男人引爆炸弹 整个基地瞬间被烈火吞露 几个小时前 安兴人入侵端点星 袭击了整个镇子 并击落赶来支援的帝国军舰 安兴人在搜查军舰遗骸时 俘虏了唯一生还的指挥官 他们现在的计划是 找到环境动力和航天工程师 从而组成一支飞船小队 寻找银河系最强的武器无敌战舰 以此对穿脱帝国发起复仇 因为36年前白昼一声令响 毁掉了无数个幸福的家庭 另一边塞佛被两个小孩救出 成功与父亲跟男友会合 他告诉两人菲拉的计划 他们需要销毁安兴人的护卫舰 破坏菲拉的航行计划 塞佛发现安兴人在地表安置了爆炸轮盘 他想溜上前引爆炸弹 突然脑中出现幻想 他的意识被附在盖尔身上 看到哈利被刺杀前的画面 原来这一切都是哈利的计划 他让锐持取自己性命 然后乘坐休眠舱逃离 可盖尔突然出现 打破了哈利的计划 雨果唤醒塞佛打断了幻想 这时巴斯冒险深入敌方 两人吸引火力为他打掩护 可巴斯被敌人发现 无奈之下只好用手引爆炸弹 刹那间被烈火吞没 塞佛跟雨果也被赶来的菲拉包围 安兴人失去护卫舰 只好启用雨果的乞丐号 菲拉需要雨果操控飞船 于是让两人加入小队 一起启航寻找帝国军舰 真正的危机即将到来